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一三十二节 所以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麻雀可以翻译成小鸟 是当时穷人的食物 一分银子大约是合美金半角 也大概就是当时工人一天工资的三十二分之一 耶稣在这里是要告诉门徒 不要惧怕逼迫 因为连那么卑贱的麻雀 天父都看顾 天父也必定会看顾保守他们 认原文有公开的宣告表白承认的意思 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节说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这一节圣经把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放在一起 就表明一个人得救 除了心里相信之外 还要口里承认 特别是公开的宣告 基督徒因为信仰而受逼迫的事件 越来越多 无论理由是因为种族偏见 或是泄愤 或者是同性恋议题的问题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在讨论 你在面对枪口之下 是否仍然会承认耶稣呢 其实主耶稣今天也要问我们这个问题 但愿我们都能回答说 是的 即使在死亡的威胁下 我仍要承认耶稣是主